密宗道次第广论 姓二 诗道差别 忍一 字中所说之差别 这一段 这个文字比较少 所以我们把它念一遍 下山西部 与波罗密多圣 除数差别 是由依子诸天 瑜伽念诵之力 获得诸供西地 极蒙诸佛菩萨 射受加持 等多善巧方便 树极圆满大菩提心 无上不知树极差别 生起次地有多深处 非下山部所有 圆满次地 更有众多最盛深处 厚当广说 不待经历无数大劫 树能成佛 为是无上不知特法 下山部机 如能正得 以其气入 无上不知 两种次地 非为目道便能满足 无故 故密咒之术极差别 不应为之拙世一生成佛 即不待无数大劫而成佛 这一段的意思 是讲说以前是密教跟波罗密都圣之间互相比较 那么这里面呢 那么这里面呢 今天是讲密教部里面 分成几个部 那么彼此之间互相比较 这里面有谈到 先开始谈到下山部 下山部的瑜伽 是可以讲是密教本身的一个基础 也是一个共同的这个宜家 那不管是西藏密宗 还是东密 日本密宗 台密 天台山密宗 一般来讲起来 西藏密宗 有所谓下山部 无上部 圆满部 那么在日本密宗 只有下山部 没有无上部 这个是日本密宗 跟藏密之间的本身的差别 那么下山部啊 是依止诸天宜家 所谓宜家就是相应 你跟所有天部相应 获得天部 诸天的加持 还有 跟得到佛菩萨 色寿加持 很多的善全方便 很快的 很快的 研满 大菩提醒 所以一般来讲起来 这个下山部 瑜伽 像这个附魔 完全是在供天 供养佛菩萨 诸天 这个供养 佛菩萨 跟诸天 最重要是 邀请到 诸天的加持 你跟诸天相应 获得诸天的细地 得到诸天的细地 就能够 更为的清静跟光明 得到福气跟智慧 等到得到福气跟智慧以后 你再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 跟善全方便的话 就很快的能够 研满你的菩提醒 这个问题是 所以附魔 就是要 邀请诸天 福慧加持 跟诸天相应 得到诸天 息地 加持力 当然 附魔也可以得到 佛菩萨本身的加持力 这是很快的 一个很快很快的 一个方法 今天 这个 生活中的这个 附魔法 已经可以讲 传遍整个 生活中的 这个所有的同门 那么这个附魔 在东密里面讲起来也是一个大法 那么东密下三部里面还有什么法呢 像九慧曼陀螺五项成生 九慧曼陀螺五项成生都是大法 那么九慧曼陀螺 创作为九个字 这是九日尊炎 密教里面啊 在东密里面的一个大法 就是九日尊炎法 它有所印 有观想 有咒 这个将来 会慢慢 传给大家 这个九日真名法 九会满达了 它本身 有无上的这种法力 其实这九会里面 当中每一种观想 都是深深奥妙 这个依靠咒 依靠印 依靠念力 气实行 产生的很大的法力 在东密来讲起来 是很珍贵的大法 这是夏三部 它本身的法力 夏三部 在师尊的观念里面 它是从这个 基本上的 做命 行命 宜家命 这三则 处相贯通 我认为从四家型 一直到本尊 可以讲 都是属于夏三部的 密码 这个九会满达了的 这个手印 我曾经教过两个人 那么他也要观想 恰奇配合 没有观想是没有用的 我比一下这个 九日真元的手印 稍微比一下给大家看看 灵 兵 斗 十 戒 正 列 在 全 这是九日真元的手印 很好看 日本 印加 忍者 就是写九日真元 他们以魔力之天 为本尊 因为魔力之天 是最有power的 忍者的主持 是魔力之天 他们行九日真元法 最后结肿印 结肿印 然后下去变化 这个九日真元法 行出来 你平时你经常练九日真元法 做观想 第一个指示印 第一个就是指示印 第二个是威德印 第三个是 狮王印 第四个是大日印 第五个是 这个陈列印 第六个是拔剑印 第七个是 侯光印 第八个 就是飞翔印 第九个 是豪光印 那这个九日也代表了 九会满蛋 在日本东密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有这个法力 那么行九日真元法 能够防护自己 能够防护自己 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能够守卫自己 也可以去加持别人 帮人治病 习灾 把这所有的灾难除去 所以他当中的这个法 是非常这个在下三部里面 五项成生 跟九日真元 跟附魔 都是非常的法 你想想看这个附魔 附魔 所有天都供养 这个天的力量 加持在你身上 你就有天的power 你跟天相应 天就跟随你 那到时候呢 你有什么困难 你祈祷诸天 他就帮助你 这个就是附魔 所以得到天仪加 就天相应 跟天相应 天仪加 那么再得到佛菩萨的仪加 就跟佛菩萨相应 再进一层 跟佛菩萨相应 那这样子的修行 就是下三部 下三部的密法 无上部之数极差别 升起次地 有多深处 会下三部所有 当然 无上部 他也是 他的这个法 很简单的讲 无上部的密法 在藏密里面 是属于基密的 所以现在密中呢 一般来讲 只有下三部 实行下三部 无上部是没有的 那么无上部是属于 碧密传 完全是属于碧密中的碧密 那么在藏密里面 以前是有的 现在呢 也等于是快师传 师尊是由两个人传授 第一个是 清真道长 他传授这个师尊 本身无上密布 第二个是 沙迦正空 他传授师尊的这个 无上密布 有两个人传 那所谓无上密布 又叫做 意乐定 是把自己的 菩提心业意下降 菩提心业意下降 然后 再将下降的上提 也就是将提 慈善 什么是慈跟善 这个菩提心业意 在眉心轮下降的时候 必须要用自己的气功 也就是用自己本身的气 跟自己的功力 去往上提 慈 善 就是融 就是融会 把菩提心业意 存在 眉心轮 喉轮 心轮 忌轮 密轮 整个全身五轮 全部由菩提心业意 充满 这是融会在你的身体 这是属于无上密布 但是无上密布 你要成就的话 分成两个次第 第一个次第 你要修 这个正佛宗里面 分成三法 第一个是无漏法 第二个是浊佛法 第三个是明典法 你这三个 你修成了 你已经达到无漏 生起浊佛 能够运送明点 你才有可能 讲题慈善 把你的菩提心业意 完全分布在五轮 在你的全身 这是属于无上密布的范围 那么他 师尊讲过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已经修正 完全菩提心业意 不漏失 第二个条件 你一定要修正空性 能够把自己本身的热 转化为空 就变成一热定的空热大定 这是无上密布的 那么无上密布 上密有 但是很少人 能够知道 他其中的很多的果实 这里所谓修无上密布的 大部分是由真正的金刚上师 能够得到加持力的 才能够修无上密布 所以一般讲起来 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修行 密宗 密教 所谓的实施 实行 大部分都只是在下三步 包括所有的杂密 那么由于你修无上密布 得到了 菩提心业意 融会在五轮当中 你全身产生光明 清静 那么你才能够因五轮的关系 分布五大金刚 才能够修金刚法 五轮配五佛 五佛化身为五大金刚 五大金刚产生的作用 就是等于是进入成果 这个是属于这个藏密 这个无上密布的 简单的跟大家讲 但是无上密布 当然它主要是菩提心业意下降 那么要菩提心业意下降 又它的方便到 要把方便 你身上的方便器 变成智慧器 也有它的方便到 那么在欲望跟自乐之间 产生的禅定 这是属于无上密布的 那么这是藏密才有 在日本东密跟台密都没有 这是密中的 这个中哥八祖师 谈起来 无上密布之数极差别 不需要经过很多的这个阿真底界 能够很快成佛的 那是什么法呢 是无上密布的法 中哥八祖师是这样讲 无上密布的法可以很快的令人成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上师本身的成就 很快的加持对方 上师本身的成就以后 他能够用无上密布的方法 很快的加持对方 使对方能够不必经过很长久的时间 那很快就成佛 这是无上密布的 这个很特殊的 这个只有在这个西藏密中才有 那师尊就是两名和尚 清真道长跟撒迦正空 传授这个无上密布的法 那么这个钱凭着这个上师的加持力 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很像 以前我看这个武侠小说 好像一个人没有什么功力 他到处给人家欺负 有一天 他掉到一个古井里面 掉到一个古井里面 这个古井里面很暗 没有地方出去 他就在那边爬啦爬啦 找了半天 找到一条通道 这个通道里面很奇怪的 就走了很久 突然间 看到这个 这个古时候修炼的人 存下来这个官房 那官房里面他练有这个一个仙丹 他练有一颗丹药 那这个小孩子啊 他老是被人家欺负 到时候被人家给他掉到古井里面去 跑到这个丹房里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这个仙丹那个宝盒打开 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吃了那一颗 吃下去以后啊 他觉得腹部啊 这个发热 哇 这个全身冒汗啊 这个整个人都红掉 结果就阴倒 就阴死在那个 那个官房里面 那经过了这个 三七日 三七是二十一 什么四七 四七呢 啊 七七二十八 或者是七七啦 七七比较好算啦 七七就是四十九啊 经过了什么三七日 四七日 七七日以后啊 他醒过来 哎 发觉轻轻一跳 哎 跳到古井上面 再跳回去 他发觉这个墙壁上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壁画 人物画 那个壁画里面呢 有些人物 他这些人物都比了手势 他在那边就是看 这什么手势呢 他就开始练 练出一种功夫出来 哇 不得了 这武侠小说就这样子写 最后他从古井里面一弹 他就跳出来了 清宫马上就会了 他已经得到差不多三百年的道行 吃那那一颗丹就得到三百年的道行 而且一笔 而且一笔 那几个手势一笔 跟着那个笔起来 哇 不得了 原来是千年失传的这个武功 不过那几个招式好像只有十八四 或者十四 或者只有三招 但是每一招都非常有威力的 他只要使出一招 所有树全部通通倒 在第二招的话 所有海水通通倒退 那个威力很厉害 那第三招呢 那不用讲 一招办事走江湖 那武家小说他是写的 每一次我看每个武家小说都是 刚开始主角啊男主角 都被人家啾得很厉害 那最后的时候他被 被逼到一个地方去 找到一个仙丹吃了 他就不得了了 又斜了这个西式的武功 这好像是无上密布 密教里面的无上密布是这样子的 全靠上师本身的加持力 加持对方 那么对方得到加持以后呢 不必经过很多的大街 就是很山阿尊底街 马上很树极的很快的成果 他就是这样子 无上密布就有这样子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很奇怪 他说 世尊为什么要写什么无上密布呢 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 其实无上密布它的特点就是 很快的树极成佛 可以讲这是非常方便的方便道 很快的得到清净 很快的得到光明 很快的得到这个自乐 这是一个很特殊 很在西藏密宗里面很特殊的法 一般来讲像下三步 来讲起来就是按照规矩一步一步来 你修到本尊相应 跟诸天相应 跟本尊相应 跟活菩萨相应 然后你要修到相应 你也一定要福慧祭祖 福就是你的福气 慧就是你的智慧 你这两种通通记足以后 你才能够跟诸天相应 本尊相应 跟活菩萨相应 得到跟诸天相应 跟活菩萨相应 最好的方法 就是附魔法 最好 你常常跟他接近 常常邀请他 常常供养他 那么他给你加持力 这个就是附魔 这个那么圆满赤地呢 可以讲就是恒河大手印 那也是谈指成佛的方法 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秘密 中哥八祖师讲 下三步基如能证得 你能够证实了 你证明了下三步以后 依需去入无上步之两种次第 你必须要先修无上密步 无上密步的两种次第 我刚才讲了 两种次第 第一种就是无漏 佐佛 跟这个明典 那么在今年的9月3号 这个雷杖寺超度法会 我要把这个佐佛法 这个讲出来 这个本来是不能够讲 本来是不可以讲 但是我觉得说 你这三法分开 佐佛法 无漏法 明典法 三法假如分开 我讲其中的一种 还保留两种 对不对 还保留两种 这样也不错啦 这样我只讲出一种 我本来这三种本来都不可以讲 无漏 明典 佐佛 三种本来都不可以讲 但是我只给他讲一种 其他两种 在看基岩 能够学到生起佐佛 就是软法 温软的这个软 这个软法能够生起佐佛 确实生起了 再讲这个无漏 跟这个明典 那么也要看基岩 也要看根气 看基岩 那么两种次第 就是前面的这三种 算是一种次第 第二种次第 第二种次第 就是义乐地 这是契入无上部 这两种次第 非为目道便能满足 他意思是中哥八祖师讲 而不是说你修了下三部 你下三部已经有了相应了 你这样子很满足了 我已经得到这个西地了 我跟诸天相应了 跟本尊相应了 跟佛菩萨相应了 你就很满足了 不是的 意思他是讲说 应该还要再进入这个无上密部 故密咒之素极差别 不应为之佐世一生成佛 即不带无数大界而成佛 可以这样子讲 这个就是密咒部里面 也分成这么多 也就是一样有快有慢 也有这样子的差别 事实上也有快也有慢的 对不对 每一件事情都有快慢 因为我发觉 我们人本身的根基通通不同 其实我不算快的 我在写法的过程当中 也不是算快的 我差不多是属于中等 然后我师父跟我讲 他说你差不多是属于中等而已 我没有吃到仙丹 我常常求那个腰子精 我说 拜托你,你天上那么多仙丹 你给我几个吃 也不会少 你自己再练就有 我常常这样子跟他讲 我说 何必让我们修得那么苦 你天上有那么多的仙丹 你给我吃一个 我就三千年的道行就有了 对不对 那你天上不管你什么丹 是红丹 是白丹 是黑丹 是绿丹 或什么丹 你给我一个 你给我一个 人丹 你给我一个 就好了嘛 你那么那么辛苦干什么 当初我在学的时候 跟莲华生大师学 我也是请他拜托 我说 哎 这些手印 三三九九先生 连华生大师 他都有教的 我说 你不要这样子麻烦 天天晚上来教我 我会受不了 我很辛苦 我说 大家都睡得好好 你叫我起床去练这个 每一个晚上 损失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练这些手印 我说不要了 到时候 我只要跟人家帮忙 你来 你来教我就好 哎 你来跟我一起比划就好 就是附在我身上啊 我来比这样子就可以 我不用斜啊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佛菩萨讲说 不是不可以的 你还是要有赤地 一步一步来 这个 中哥巴祖师讲 密宗道赤地广论 就是在讲赤地 我们人不能有这种想法 不能异想天开 不能像武侠小说里面说 去吃了一颗丹 得到几百年的道行 再看了几个图 比几个手势 马上就是天下无敌 东方不败了 对不对 不能够这样子 他意思就是讲 你一定要一步一步来 所以密教也一样 先修下三步 再修五上密 再到圆满 大圆满 分成四层的观点 所以灌点分成四种 本尊 家行跟本尊 上师相应 再来就是内密 就是明点 左佛无肉 内密 再来无上密布 再来是大圆满 分成四层的观点 分得很详细很清楚 他有次地 所以有些人 他没有修下三步 没有修本尊相应 跟诸天相应 也没有修内密 他马上就修无上密 马上就修欲乐定 那个是骗人的 那个就不是真实的 他不依照次地来 他那个是不是欲乐定 而是环夫定 凡夫的禅定 那就修成凡夫 修成凡夫会怎么样呢 那就生很多的孩子 不是生舌利子 而是生很多的孩子 所以这个东西啊 密教是有次地 有素 有凡 就是说有快有慢 他有次地的 你不能一步登天 你不能一步登天 所以很多的法 对于未成熟者不说 你这个弟子还没有成为法器 他马上给你灌点 这是错误的 他不了解这个法 他不了解这个法 你就给他灌点 这也是错误的 所以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法器 你对于这样子的密法已经成熟了 他才可以给你灌点 当你这个 对这个密法都不了解的时候 他就给你灌这个顶的话 那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过失 那你也不是一个法器 他就给你灌这个顶 那就会造成毁 所以密教里面 他有修行的这个次地 有快有慢有素有急 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这个要义 完全在这一段里面都说出来了 好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吗 好吗